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體驗一家 最近非常非常火熱的壽司連鎖店 他在日本聽說非常紅 叫做葬壽司 這家壽司店有什麼樣的特別呢 就是因為呢 他可以在裡面吃回轉壽司呢 同時呢會有掉下這個扭蛋 每一個座位旁邊都有一個扭蛋的機器 所以呢 很多的小朋友拉著爸爸媽媽來這邊吃 回轉壽司 而且呢吃越多的越有機會可以扭到這個扭蛋喔 所以呢我們趕快來看看啊 哪邊這邊 喔喔喔喔喔喔喔 吃回轉壽司啊 吃五盤的時候 再把這個投進去 要吃幾盤會有那個 五盤 喔這個的是四十塊錢對不對 對這個是四十塊 然後如果有下面那種 那個是多少錢 五八十 那是八十塊的 那八十塊那個就可以投進去了是不是 對阿 只是做一個盤子沒有多吃的耶 那吃五盤他怎麼知道我吃五盤的 就是投進去要知道啊 喔 投盤子啊 對啊 吃完的盤子 投進去 OK 盤子投入口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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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帶各位來看看 扭蛋 扭蛋 扭蛋回轉壽司 還沒有彈啊 這可以點餐 喔還可以點餐 喔還有這個 我很推薦喔 很厲害喔 好香喔 那我要吃這個 怎麼拿 怎樣 拿起來 蛤 喔 喔 有魚子上來了 蟹膏壽司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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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吃什麼 有人中獎嗎 好香喔 你要去拿 你不要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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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他這怎麼樣你知道嗎 吃五盤呢 可以 吃五盤不是就一個 是有抽獎機會 我最喜歡的那個 龍蝦沙拉 你現在 有五盤了 他這邊的遊戲規則就是 你吃滿五盤之後 就可以有一次抽獎機會 抽中了就會有一顆轉蛋掉下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 把 剛剛吃的五盤的盤子 投到這個 計時器 計數器裡面 好投進去 幾個 幾個 兩個 兩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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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很麻煩耶 麻煩啊 有中嗎 啊失敗 沒中 啊 那怎麼辦 再吃五盤 可以啊 這扭蛋很貴耶 就是你點他 然後他會送過來 那個菜就會直接送過來 他送到他們那邊 後面那一桌的 我們有一點點看法 好啊 來了 差點再來 哇 速度好快喔 速度好快喔 這是這個喔 這計算兩盤的喔 八十 這是兩盤價 對喔 我知道 這一盤就八十 這盤子喔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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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喔 希望這一次可以中喔 OK來 五個盤子再投一次 唉唷 中喔 再挑戰一次 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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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 失敗 不失敗 一顆扭蛋沒多少錢 那這中獎機率那麼低 不如直接去賺牛蛋 一顆扭蛋沒多少錢 那中獎機率那麼低 不如直接去賺牛蛋 應該這麼低對不對 對阿 你要讓小孩子 覺得有樂趣 一顆不夠到第二顆 他才會繼續吃阿 而且如果一個 讓你帶一個小孩 是能扭幾次啦 對阿 你如果三個小孩子 你要扭三顆 你要吃多少 四百塊了 剛紅了就四百塊了 唉 我們好如果容易 又收集五盤 這五盤再沒下去 就十五盤 一盤是 四十塊 十五盤是六盤 我跟妳說 如果 這五盤再下去 還是沒抽到 就再吃五盤 沒有 這中獎機率就太低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喔 還中 我跟妳說 不推薦 欸等等就結束了 欸 這個代表這個 它的中獎率 其實已經是很低 而且它比 它比這個 真鮮 的壽司 一盤還要再貴十塊幾 嗯 我坦白跟他講 應該 覺得 不推薦 欸 我們又中級的五盤 這第四個五盤 第四個 下去 再沒有中 我就再點五盤 我就再點五盤 在這邊 在這邊啊 原來 泡的是冷餅 哈哈 哈哈 如果咧 再吃五盤 跟他去 再中一次的話 就 40% 40%也可以接受 對 好 再五盤 啊 我知道 用鴨的 你看 喔 原來一切 都是為了這一個 吃了八百塊 為了這一個 海膽軍艦 好 好 來 這兩個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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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知道前面那兩個 體養工具 那一個 絕對不一樣 我是以做生意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自己也是生意人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 就跟我剛剛講 不一定是對的 好 你知道 我們吃了總共投了五次 五次對不對 總共吃二十五盤 那二十五盤總共多少錢 一千塊台幣 我們來這邊消費一千塊台幣 然後 其實會投這個的都是小朋友 很多 那你要知道 我們是因為兩個大人 才有辦法吃到二十五盤 一般有的家裡 沒辦法吃到二十五 那你這個總共機器 還有可能他來 吃了八百塊 一盤都沒抽中 應該是說這樣可以帶來 來這邊吃飯的人 有更好的心情 對 有時候吃飯飯沒有很好吃 但是你心情很好 你就會覺得煩惱還是 對 其實我覺得這是 應該要 應該要讓消費者 是很開心的 帶著很開心的心情回去 不管你東西好不好吃 對啊 應該要去吃啊 至少好玩吧 對啊 我覺得中獎率太低了 那你可以講說 他今天的消費只是為了 只是 他這個 你可以說他這個轉蛋只是附加價值 錢花的 對 就是錢花的 但是你要想想看 其實很多人為了這邊 是因為他有扭蛋 好玩 結果來了失望 沒有說誰對誰錯啦 但是以我來講的話 我下次應該不會再來 下次叫你來吃 你還要嗎 還要 好失望的表情喔 好啦 再吃五盤 他絕望 他覺得再吃五盤也不會贏 而且 而且要錢好不好 重點是錢 這心靈臭傷 這心靈臭傷 會啦 你好懂事喔 今天帶大家來體驗一下這個 吃回轉壽司 還有扭蛋 吃回轉壽司還有扭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各位喜歡啦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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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失望的臉 好失望的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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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反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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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嗎